巴拉巴巴巴拉 巴拉巴巴巴巴巴拉 巴拉巴巴巴巴巴 daar 巴拉巴巴巴巴巴巴巴 一枪锋把力圈开 一路就全被以外 当带着你的呼唤 修出百变的心态 让我们牵手 寻找未知的精彩 为了这个家园 战施英雄的乞丐 小巴扯 我名字叫哥德 每一刻 车门就是为你开车 坐好浮温马上出发 打开你的脑洞 就是超雪仙风 嘿 狗狗巴斯 不论什么时候发起警报 笑吧 哥德马上赶到 超雪仙风与你肩并肩 解决问题守护你的笑 计划就在心中 再多陷阻也不怕累 笑吧 车 我名字叫哥德 每一刻 车门就是为你开车 坐好浮温马上出发 打开你的脑洞 就是超雪仙风 狗狗巴斯 就是超雪仙风 粉红小巷 伯伯们 谢谢你们 帮我爷爷的香蕉鳞做除草 不客气 阿丽 我们很乐意这样做 特别是为了这些香蕉 不过今天好热 对啊 今天的气温高达37摄氏度 而且湿度也很高 所以感觉特别闷热 所以我给大家带来了这个 大家戴上帽子做好防晒吧 对了 大家还可以擦防晒霜 小巾 阿丽 你们也戴上帽子吧 我不需要啊 我要晒出健康的皮肤 对啊 小麦色皮肤很棒 太阳光除了我们看得到的可见光之外 还会释放出肉眼看不到的紫外线 根据波长的不同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长波紫外线 它能穿透真皮层 让我们的皮肤晒黑 引起皮肤的光老化 甚至会引起色素性的皮肤矮 第二种是中波紫外线 波长短一些 只会让皮肤晒伤 第三种短波紫外线 穿透力最弱 大部分会被大气阻流 今天的紫外线指数为十 所以我们要做好防晒措施 保护我们的皮肤 如果紫外线指数大于十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待在室内 避免外出 听起来很可怕 阿丽 我们快做好防晒吧 小金和阿丽太可爱了 那是警报声 那是生猪棚的方向 难道我们这边有危险 伙伴们 我们过去看看 这里的围栏被撞坏了 难道是来了一只猛兽 盗森爷爷小心 你看 这个像猛兽的脚印 真的是猛兽 太可怕了 大家往后退 让我来收拾它 这是可爱的像宝宝 它好像非常渴 我去给它拿水 看来它很害怕 不想让人靠近 它的状态很不好 是脱水的前兆 它得先喝点水 看来我们的小象宝宝 想要吃香蕉了 那我来喂它吧 等等 小象宝宝 别害怕 我只是来给你送香蕉的 小青 让我来试试吧 我就放在这里咯 来吧 你需要喝点水了 这只象宝宝 应该只有三四个月的 哦 可怜的宝拉 它怎么独自出现在这里呢 宝拉 哦 我喜欢这个可爱的名字 宝拉就像是 从天而降的宝贝一样 我第一眼看见它 就觉得它很适合 这个可爱的名字 嗯 现在正是六月 象群向北千玺 寻找食物水源的时候 我猜它是跟家人 从南向北千玺 在途中走丢了 然后我闯到这儿来了 哦 宝拉还太小了 她还不能离开父母 独立生存 我们来帮宝拉找家人吧 同意 我们回超雪基地吧 那里就有方便我们寻找 象群下落的设备 好耶 爷爷 那就拜托你 先照顾一下宝拉吧 嗯 好的 宝拉 就放心交给我照顾吧 你们看 这个绿洲附近 有很多大象的脚印 看来有一只 是从泥坑爬出的 这个泥脚印 和农场见过的泥脚印 一模一样 都是宝拉的 啊 脚印一半被吹散了 连卫印能找的线索也断了 这下可糟了 我先来整理一下线索 宝拉从泥坑出来后 发现大家不见了 追着脚印去找大家 但脚印都被吹散了 所以走到农场方向去了 哇 这和赛拉斯推理的完全一样 你好 道歉爷爷 爷爷 农场发生了什么事吗 巢穴尖锋们 是这样的 巢穴尖锋 等等 宝拉 这太糟了 宝拉跑了 等等 道歉爷爷刚才说 宝拉是粉色的 粉色 难道是白花病 的确是那样 白花病小象是极其罕见的 她的眼睛和皮肤对阳光都十分敏感 长时间在炙热阳光下对她伤害十分大 我在公路的监控画面找到宝拉 那是去荒漠的方向 这个不好了 无论是荒漠还是公路 这对宝拉来说都太危险了 我好担心她会受伤 我希望你们能尽快找到她 道森爷爷 曼妮莎 别太担心 我们会找到宝拉的 超悬先锋 是时候出斗了 各就各位 脑洞大开 超悬能量球集合 Science 代表科学 Technology 代表技术 Engineering 代表工程 Arts 代表运输 Mathematics 代表数学 Mathematics 代表运输 这一线主乱 我们游戏加油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那是宝拉 天呐 它陷入了沼泽里 不 哥德 麻烦你再快一点 哥德 火速前进 趁现在 我们来制定营救方案吧 受困沼泽千万不能挣扎 这样只会越陷越深 最好的方法就是增大受力面积 趴着或者平躺 都可以有效地分散体重 减少压强 就可以轻松逃脱了 可是 我们要怎么叫宝拉指导这些呢 小鸡 宝拉不需要知道这些道理 我们只要引导它去平躺就可以了 按该率计算 多种方法中 用哥德掉臂拉宝拉上来 是最好的选择 超鸡能量 哥德变身 工程掉进车 哥德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宝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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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一下 宝拉看到我们反应很大 这会加剧它下陷速度 宝拉 我们是超巨仙风 不要害怕 我们应该用宝拉喜欢的东西 让它冷静下来 喜欢的东西 香蕉 好主意 那么我们开始行动吧 完成 让我来给宝拉扣上绳索吧 可以了 哥德 阳光太刺眼了 这对宝拉敏感的眼睛来说太难受了 宝拉需要能遮挡阳光的物品 再来一次吧 哥德 没事的 宝拉 宝拉 你果然是最棒的香宝宝 也是最脏的 你们都需要洗个澡 泛红色 太可爱了 太棒了 每一个角度都让我灵感爆发 宝拉 嗨 宝拉很容易害怕不安 宝拉还是个宝宝 离开家人时间太长 让她很没有安全感 宝拉马上就能和家人相见了 宝拉 可以回家了 我和田田通过地图 找到几个附近有水源的绿洲位置 再用我的无人机去探查 最后 在南边的绿洲 发现了在停靠休息的象群 他们一定就是宝拉的家人 那我们赶紧行动吧 现在出发 一定能追上的 宝拉很害怕阳光 这样可追不上象群呢 对了 防晒霜 宝拉以后也要学会在树荫下躲避阳光 不要抬头看太阳了哦 那我们现在出发送宝拉回家吧 嗯 咱们 我名字叫格勒 每一颗 球门就是为你开阵 做好扶我马上出发 打开你的脑洞 就是潮雪仙风 就是潮雪仙风 我们也回家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